在之前的视频里,我讲解了如何通过DD5.1的素材以及AO处理来提取人生 不过DD5.1对于素材要求比较高,而AO处理的效果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今天我将介绍另一种方法 几乎可以处理任意一种素材,不再需要DD5.1 而且效果也非常不错 这是一个叫做Splitter的开源项目 通过机器学习来分离歌曲中的人声与伴奏 而更为强大的是,它除了可以分离人声和伴奏 还可以更加细化 比如分离人声、贝斯、鼓和其他 还有人声、贝斯、鼓、钢琴和其他 听起来就相当强大 关键是免费的哦 想要使用这种技术有两个方法 一是使用基于此技术的网站 二是下载程序,放到自己的电脑上运行 两种方法我都会讲 不过我更加推荐使用网站 因为这个程序安装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看一下 视频下方有进度条可以随意跳转 首先来讲网站 我这儿呢推荐三个基于Splitter的网站 都可以直接使用无需注册 我以EasyStamps为例 这个网站是打开速度最快的 如果你打不开可以多试几次或者换其他的网站 打开之后你可以输入一个YouTube的视频链接 或者上传一个音频文件 那我当然是上传文件了 最好是MP3格式 然后下面的2Stamps,4Stamps,5Stamps 是指分离的部分 对应关系我会写在旁边 这个根据你的需求来 我选择2Stamps也就是人声和伴奏 然后是音质选项 从上到下音质越好 一般选择Output as MP3 320就行 最后一个不用管 点击Start 然后耐心等待即可 如果下载速度慢 建议试试神器IDM 这个我也有做过视频 最终你会得到一个压缩文件 里边的Vocals就是人声 另一个就是伴奏 如果你选择了4Stamps,5Stamps 那文件就会更多 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吧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 你的笑声 我的笑声 编织在一起 写了一首遥远的歌送给遥远的你 你的笑声 我的笑声 编织在一起 我能等药求命的 我们再查一起印度想要案 挺好 未明除害 我能等药求命的 我们再查一起印度想要案 挺好 未明除害 很不错吧 不仅是歌曲 其实电影电视剧的片段 也可以这么做 只需要将视频转为音频 然后同样的处理一下 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干净的人声 用于混件 你也可以获得没有人声的背景音乐 可以用于配音 当然具体效果会因为音频的差异而不同 我不能保证每个音频都有不错的效果 但大多数的效果是不错的 不过 网站并不是长期解决方案 指不定这网站哪天就关闭了 所以学会把程序放到本地运行也很重要 接下来的内容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不过千万不要怕 因为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首先你要打开这个链接 里面有我分享的文件 全部都下载下来 接下来用到的文件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这次我额外增加了天翼云盘的链接 速度应该很不错 配合IDM那就更快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 接下来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错误 一定要学会自己上网查询 一般将错误提示直接复制搜索即可 最好仔细跟着我的步骤 以防出错 当然你还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性 会安装失败 遇到各种各样的错误 我在写这个稿子之前花了一晚上才成功 但是不要慌跟着一起来 注意这个只支持64位的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微软运行库 最好把里面两个都装一下 然后按下开始菜单 输入控制 打开控制面板 将查看方式改成大图标 找到程序和功能 点击启动或关闭Windows功能 把第一个Net Framework 3.5勾上 然后点击确定 让它安装完成 不过一般来讲这个默认就是安装好的 然后我们安装Python 这里记得把这个AdPython 3.7 to pass勾上 然后点击下面的Customize Installation 然后点击Next 这里修改一下安装路径 让这个路径简单一点 最好不要有中文 后面所有的路径最好也都不要有中文 比如我就在C盘下直接建立一个Python文件夹安装 一定要记住这个路径 然后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 好了之后我们打开CMD 输入Python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内容 就代表安装成功 然后我们安装FM-Pack 首先是减压FM-Pack-64 无法解压的可以是 BandyZip或者WinRA 减压好后我建议在C盘 或者其他盘的根目录下 进建一个FM-Pack文件夹 然后我们打开刚才减压好的FM-Pack-64 按照视频里这样 你会看到这三个文件 复制这三个文件 把它们粘贴到刚才建立的FM-Pack文件夹下 然后点击上面地址栏 复制一下路径 在此电脑上右击点击属性 点击左边的高级系统设置 点击下面的环境变量 在下面的系统变量里 找到Path 双击打开 点击新键 使用Ctrl加V将路径粘贴进来 然后点一下其他地方 再点击确定即可 然后打开CMD 输入FM-Pack 看见这些内容说明安装成功 如果你的温时版本比较低或者不是温时 那么你在添加环境变量的那一步 可能界面和我不太一样 这里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如何添加环境变量 然后解压Splitter模型文件夹 这里记得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最终你会获得一个叫做Pertrended Models的文件夹 里面是训练好的模型 很重要 然后我们可以到D盘或者其他盘的根目录下 新建一个叫做Splitter的文件夹 将Pertrended Models文件夹移动过去 以后如果你有想要处理的音频文件 就放到Splitter文件夹下 并把音频文件改为英文 就像这样 自己能记住就好 然后解压scripts.tz和lab.tz 这里解压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两个文件来自无碍破解的Vordemore1991 原体也在这里 解压好之后 打开之前的Python安装目录 你会看到也有scripts和lab文件夹 把刚才解压出来的文件夹移动过去 注意 解压出来的文件夹打开之后 一定要像这样有一堆文件 即使有同名文件的 选择跳过这些文件即可 然后打开命令于网站.txt 复制第一条命令 然后打开cmd 右击即可粘贴刚才复制的命令 然后回车 耐心等待 不说意外的话 你能看到一个successful了 这就代表你安装成功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首先你需要切换到Splitter文件夹 如果你的Splitter文件夹在C盘 那么只需要输入cd空格c 冒号斜杠 Splitter 其中的c冒号斜杠 Splitter是文件夹的入境 你可以打开Splitter文件夹后 像这样复制入境 如果你的文件夹不在C盘 比如在D盘 那就需要先切换一下 输入D冒号 注意这里的冒号一定要是英文的 然后回车 像这样就对了 在其他盘操作都是类似的 然后再用cd进入Splitter文件夹 像这样 然后打开命令与网站.txt 在这里我已经提供了三种命令的示例 我以第一种为例 先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cmd窗口 此时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i后面的audioexample.mp3 将它改成你文件夹下 音频文件的名称 比如我这里就是yydg.mp3 看不见扩展名的 把这个勾上就行 记得它和-i之间是有一个空格的 然后我们可以修改-o后面的audiooutput 那就是等会输出的文件夹名称 可以不改 也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名称 建议不要修改 另外两种也是一样的 一般只要修改audioexample.mp3就行了 然后回车耐心等待一会 看到successful了也就代表你成功了 然后你就能在splitter文件夹下看到audiooutput文件夹 继续打开就能看到两个音频文件 Vocus就是人声 Accompaniment就是伴奏了 至此你已经学会了安装并使用本地程序 更加详细的用法可以看这里 如果你遇到任何错误 记得第一时间搜索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问我 但是我很有可能答不上来 我自己安装程序就花了一晚上加半个下午才搞明白 所以祝你好运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关注 你也可以常点赞激活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